嗨 初美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书丽金翔爸爸 够在高雄的哪里 我忘记了 高雄的大树区 我现在在南台湾最大的乐园 被吊得高高的 你知道现在有多高吗 现在有18层楼高 你知道吗 而且还是悬空的 明明我记得我第一年 来到这边爬爬狗的时候 他们跟我讲说 这边只有7层楼高 为什么过了两三年 这边变成18楼高 多了一半多 你知道吗 事实上昨天 为了这一节的气象爬爬狗 我跟这个摄影 就是刚刚大家看到 前两节看到 一直在尖叫的摄影卢品龙 就已经先练习一遍了 我想说 应该今天会比较不怕了 可是上来是很可怕 我现在都没有什么心情 可以欣赏风景了 深呼吸一下 其实 今天为什么天气这么好呢 我本来期待说 今天热情的南台湾 应该云可以多一点了 我可以不用这么晒 可是呢 为什么我每次到南部 到了我的故乡 太阳都这么大 尤其呢 我现在又被吊在了18层楼高的地方 你知道吗 更晒了 但是呢 说实在的 如果呢 我不要往下看的时候 你往前看还蛮漂亮的 因为真的好高 可以看到好远的地方 然后呢 前面是什么山 我也忘记了 反正就是看到很多山 还有整个乐园 那个景色真的蛮美的 我要去看什么 好害怕 这个呢 处理气象趴趴过呢 这几年来不断地在挑战 我们一直希望呢 带给大家呢 不同的视野 不同的感觉 尤其呢 我们这么拼命 这么卖命 最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 现在放暑假咯 其实呢 真的来南台湾一趟 你真的要好好享受一下 在南台湾 太阳的热情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不是像树立这么害怕 这么高的地方的话 其实来这边玩 吊这么高的地方 然后快速地俯冲 其实呢 是很过瘾的一件事 只是呢 因为树立要抱气象 而且树立真的有居高震 所以呢 这一次特别请乐园 拜托拜托 就让我呢 静静地在高高的地方就好了 这已经是我最大的极限了 哈 导播说我该抱气象了 哈哈哈哈 救命 好 今天的天气呢 南台湾想当然而是非常不错的 对不对 但是呢 昨天我们看到 这个哦 同样都是北北里待完啊 哎哟 南北两样情 昨天呢 一场午后雷震雨啊 在台北 你知道吗 哎哟 吓到呢 两个半小时就淹大水了 好多地方都淹水 是不是今天大家尤其呢 在北部的观众朋友 是不是还在害怕 跟我一样的害怕 是不是今天还是会像昨天午后雷震雨这么的大 事实上今天来说 我跟你讲还是会下午后雷震雨的哦 好 我们从卫星云图当中 赶快带大家来看看 尤其呢 接下来两天又是周休假期了 大家想不想跟树立一样 被挂在这种高高的地方呢 好 从卫星云图当中呢 你可以看到 事实上呢 今天云还是相当的少 从我的脸上你就可以发现 太阳一样的热情 好 今天的紫外线啊 都有破亮到危险等级的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告诉大家 今天外出记得要做好防晒 今天呢 午后雷震雨啊 我告诉你哦 还是会有 尤其呢 北部地区要注意咯 虽然呢 我没有像昨天 你知道昨天雨最猛的地方在哪里吗 就在哪里啊 就在那个台北市的大同区 下了98毫米一个小时耶 三重一个小时呢 也下了83毫米 所以怎么会不淹大水 当然淹大水 对不对 那么今天哦 午后雷震雨哦 应该没有昨天那么猛烈了 可是呢 我还是提醒大家 像这种哦 时雨量 四五十毫米以上的强降雨 还是会有的哦 真的要注意 你从雨区预报图当中呢 你就可以发现 其实今天哦 塞巴河会比较明显 比较大的地方 还是在北部地区 那么尤其啊 像是北部啦 新北市啦 新北市北市 还是要多注意哦 那么中南部的话呢 主要是偏重呢 在山区的部分 那么尤其像是啊 南投啊 这边可能午后雷震雨的现象 还是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那么呢 至于温度上 我跟你讲 不下雨还是很热 未来这几天啊 你可以看到尤其北部今天呢 催西南风还是会有一些沉降 所以啊 今天的高温是36度左右 那么接下来几天啊 午后雷震雨啊 就会一天比一天少 明天大概跟今天差不多 那么不过礼拜天 礼拜一的话 北部的午后雷震雨 是偏重在山区的 那么至于中部地区来看的话呢 今天午后雷震雨偏重在山区 但是呢 到了礼拜天 礼拜一的时候 慢慢的午后雷震雨的情况 也会比较少一点 南台湾 南台湾注意了 其实呢 早上哦 其实沿海可能会有一些雨 但是呢 不会太大 然后剩下呢 时间就像现在鼠立在这边 晒太阳一样 太阳都是这么的热情 然后呢 午后雷震雨主要还是偏重在山区 越害怕的程度了 我比较敢伸出头来了 好美 我要把时间交给你咯 各位观众朋友 真的是 蛮不错的一个挑战 希望大家呢 把握青春 把握暑假 好好的来嗨一下吧 但是哦 玩一定要注意安全 知不知道啊 拜拜 拜拜啦